其实我们这把对瑞兹的招呼已经很多了,但是汪德这把鞋抗压做的还可以 他做的很好,而且在对线1v1上面是占到了主动啊 他的发育太好了 这里有没有机会呢,这里两个人还在男生上军火箭要带远程兵 瓶该勾到了以后,差点没大 要守一下,要守一下,看下来是谁 这个PP,这个PP,有机会,有机会,看着你应该是跑不掉了 赵云德,又来了,漂亮的帅鞋开车 又是G2的大病活人 Monder,被吃了进去,还可以追满 G2这一波车推打得太精彩了 Kaps,Kaps,Kaps,Kaps没闪到,有没有机会 但是没有控制了,Kaps太灵活了 G2这一波的溜走做的真是 这一波好艺术啊,感觉 好艺术,真的是艺术 从4强赛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两次我们带来魔术表演的G2开车 这一波真的是漂亮 这一波确实得给对方操作一些掌声啊 但是芳达拉的现在在找机会 可惜刚刚就是两个勾没有中啊 中一个的话感觉能杀 但是问题不大,因为刚才那一波其实只用到西威尔一个大招而已 是的 现在我们依然有了 对,我们泰坦是有大招的 那这里可以利用G2这种心理找一个机会 这里,对方向上要走 但是有暴力果实 等一下创场大招 还有几秒钟就好了 有大招 可以打 有没有机会呢 船长离得有点远 他如果正面来不了的话 其实,即使这样一个大招 我觉得仨物也有点勉强 还算了 我们还是少一个大 对 没关系吧,慢慢打 其实我们这把就是 芳姆拉的就是打团瘾 对方是单带瘾 是的 现在就看哪一边能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再看一下这一波进来回报 对面这里是没有大招的嘛 所以说他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大来留住Caps 一个TP就离辅 刷一下空了 一直都没刷到 哦 好极限呀 就差一点点就可以把他打了 司机师父我要上车 这一波搜搜差一下 如果把它刷回来的话 想觉得距离应该是不够的 这个求生欲望好强烈 两边现在都在打这种操作的极限了 现在我觉得稍微要把舞台的目光来聚集到林伟祥 包括贡子哥身上了 因为我们这把可能要打一个中后期的大团战才能赢了 我另外有个感觉就是FUNPLUS在本场比赛里面还要比较保守 他在每一波都想先优先处理到派克至少把他大招打掉了之后 才愿意去接一个比较大的团战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嘛 对 正常 对 因为如果你把派克处理到即使你这波团战输了 可能你不会贵那么多 因为我们这把就还是一个双勾组合 双勾组合处理这种脆皮应该还是蛮容易的 现在正面应该是要等林伟祥的第二天